这个500万人这个选票的这个巨大压力 还有国内的反弹的声量 法国当局不可能不听也不可能不看 不过我们来看看经济 经济是一切的根本 中日关系回温了吗 经济之间的贸易交流也恢复正常了吗 看起来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先看看岸田和习近平在APEC会面 可是讲到中日之间的贸易问题 其实还是很难解的 所以日本的公民党党魁就跑去见了王毅跟蔡奇 还转交了岸田的亲一笔信 说我们让两国的关系和缓一点吧 可不可以把大猫熊借给我们 那我们知道呢 包括岸田当时是希望中方可以解除日本水产禁令 还有呢呼吁中方向仙台市出借大猫熊 转交岸田文雄像这样的这个亲笔函给习近平 可是目前为止看起来中国大陆也是给了个软钉子 包括食品安全这个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排放核废水 研发的日本水产禁令 这个部分看起来中国大陆是没有点头的 而另外我们看到南美洲的阿根廷最近也变天了 看起来强人或是狂人上台了 米雷一这位新任的领导人 那当然各国也发给了他贺电 来自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贺电也送到了阿根廷 那米雷一就说感谢习近平的贺涵 也祝福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可是必须讲他在大选里头的外交政策主张 是希望跟美国加强合作 终止跟中国还有巴西的关系 因为他认为中国啊 你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政策 还有像巴西你也靠向中国 所以呢我跟你这两国 我可能未来不再交好 可是呢像这个贺电一发来 他又给一个很好的回应 所以呢是不是他对中国的态度还摇摆不定呢 从这一位外长候选人的态度 也可以略亏一二 在11月20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一位女性的阿根廷外长的 未来的外长的人选 他说阿根廷将停止跟中国大陆 还有巴西政府的合作 可是仅仅两天之后 他又有一个180度的态度转变 他说外界流传有关阿根廷 将与中国和巴西断绝关系的说法 是反对着肮脏运动的一部分 毫无道理和逻辑 意思就是说你给我泼脏水 我没有这样讲 所以立场在换 未来政策可能也有转变吗 中国对美国的所谓贸易战呢 那现在是不是有缓和的一个可能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商务部发言人 他说希望美方把不寻求打压 遏制中国这个承诺化为行动 意思就在讲你只是嘴巴讲讲 可是行动还是在打压 而另外澳洲跟中国大陆 必须讲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的不好 贸易也停止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曙光来了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说 现在会跟澳洲共同努力 是不是要把所谓的贸易壁垒都拿掉呢 我们看到包括在APEC里头 澳洲的贸易部部长也有这样的要求 可是现在其实都还不确定 不过环球时报先放出了风向球 他的报道说澳洲的龙虾葡萄酒 有可能或将恢复输入 可见还是一个不确定的状况 另外晶片战的趋势让中国大陆更强大 还是更衰弱 是全面封锁到底有没有效呢 南韩媒体就讲了 长江存储的Net 快闪记忆体的这个所谓的技术 现在看起来突飞猛进 只差南韩两年 所以封锁是失败了吗 包括中国晶片的技术也追上日韩了吗 不断的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买 半导体的设备 不断的在买 因为全部销往中国大陆有战事四成 所以外媒的分析就说 这恐怕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因为中国大陆不断的买 这些半导体的设备 那利润越来越高 我厂商就会再持续供货给你 所以外媒就担忧 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 向中国倾斜的状况 可能会造成地缘政治的风险 你封锁他 他看起来没有倒 反而还默默的在壮大 来 老师 我就先看一下中日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中国大陆接待 公民党的主席的党魁 这个规格是高的 那这代表什么 大陆他要缓和改善 跟日本的关系 是有想法的 有愿意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日本的执政党安庭文雄 很明显的他这一次是委托 这个公民党带了他的亲笔信 可是问题就在于 日本会不会是玩两套 我觉得双方之间是很谨慎的 公民党这次接受到的委托 是希望说中国大陆 全面取消禁止日本的农与水产品 进去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一种举措 大陆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说 那你就让我们 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其他的国家 的这些检测科学单位 可以进入这个海域 这个地方来去进行检查 目前来讲 日本还没有回护 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 是说如果没有核污染 怕什么检查 那如果今天韩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 或是菲律宾 或是其他的国家 他们去检测的时候 发现有核污染 那你日本还排还是不排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就直接挑战IAE 就是直接挑战 联合国的元能委员会 你当初为日本背书 是有问题的 因为元能委员会的背书 指说我只应 应日本的要求只检查 两项就穿根奶 其他的设什么的 我都不检查 人类就说哪有这样玩的 你要检查就是所有的 放射物质都要检查 你怎么可以应日本的要求 只检查那两项 可是很多的资料 是告诉你说 还有其他的放射物质 那为什么不检查 所以中国大陆 也就对联合国的 这个元能委员会的 会费只缴一半 让你缺资金再运转 这个部分里面会给 这个联合国也会给他 施加压力 阿根廷的过去十几年来 跟中国的关系 不管左派右派 跟中国的关系都是稳定而友好的 那为什么 相互需要 阿根廷需要中国大陆 向他购买这些农产品 同样的道理 中国大陆要开发 要研究南极 阿根廷是很好的一个基地战 还有就是北斗计划要往 这个南半球走 阿根廷是很重要的基地战 所以彼此之间有相互的需要 更何况大陆是支持 阿根廷对于马岛 就是我们台湾翻译成为 福克兰群岛的主权 是归属于阿根廷 在这方面都是 结果这一位总统候选人 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一直批评中国 而且还说他当选以后 要断绝跟中国的关系 好 他当选了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问 你要断绝跟中国的关系 他改口了 而且他的外交部部长 前段时间还接受媒体的专访 有录音的 他都说要断绝 他要停止跟中国 还有巴西的合作 现在一概否认 现在又翻了 对 他说没有 这是一种肮脏的运动 要侮辱我 阿根廷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大家就百事不得其解了 就是说选举的时候你明明有说 白子黑子有录音稿 怎么当选以后一概否认 所以全世界的政客 看起来都很像 来 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请教育方委员 怎么看中日的关系 到底有没有回温的迹象呢 我认为其实双方都想要回温 因为双方都是重要的市场 然后这个也是重要的原料 或者是产品或半产品的 这种输出的国家 其实日本是个保守 内敛的一个民族 他们本身都压抑得非常厉害了 所以他会 岸田会亲笔写信 由这个公民党的党魁 转交给习近平说 希望能够出界大猫熊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字 坦白说 第一出的橄榄枝 非常明显他就是说 我想给你和好 你去看相对来看 美国的那些熊猫怎么样 对不对 就是一只一只就 病死病了 对 然后就送回到 中国大陆去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日本很勇敢做一件事 跟美国做的不一样的事 我希望能够 你们的大猫熊可以借我们 这个非常清楚 因为对于日本来讲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它是绝对不能丢掉了 你不要讲别人的水产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要吃你日本水产 不要讲说别的地方 从北京到天津 到上海到广州 你想要吃多少 你如果不能卖到大陆去 你能够卖到香港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最大一个市场 而且要担心中国大陆 如果具体这样做的话 其他国家 可能对这个安全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也要重视 会跟进 他担心一个骨牌的一个效应 不管怎么样 在大事情军国大事上 日本大家不得不跟着美国走 这是日本的另外一个民主性 但是它是绝对是想要跟 像澳洲一样 想跟中国大陆有所改善关系 你像澳洲 你卖龙虾 卖红酒 你想想看 你可以卖多少到中国大陆去 台湾那时候我说 蔡英文这么说 我们帮忙他买这红酒 请问你可以买几瓶 尤锡坤不是还在立法院说 我买很多红酒 请问你可以买 你可以买几瓶 买几箱 对不对 你可以要求 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社会 你可以要求酒商说 你现在所有国家的红酒都不要买 你就买澳洲的红酒 你做不到 所以对澳洲来讲 他政治最重要 像他的铁矿砂 还有甚至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那种工业的产品这些 农产品这些 对他们来讲 中国大陆是最好 甚至是最近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不见得都是不好的 民主主义有时候是 变成一个国家不会过分的盲从 他追求自己的国家主义 国家的利益 所以不至于变成说 一个世界切成一半 然后大家避得分明 这个就是贸易的好处 贸易会抵消很多政治 跟军事的影响 让大家认知到说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我 世界会变得比较和平 大家互相需要 就没有战争 然后大家就可以很peace 是这样子 来 进一下广告 好 请建长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中澳的关系又会如何 大陆的商务部 在昨天他的例行记者会上面 他的发言人谈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他讲的就是 有关于美国在进行这种脱钩锻链 以及所谓的去风险 其实就会干扰企业正常的投资 以及不符合双方企业根本利益 这个就是刚刚预方委员讲到的 贸易的重要性 他可以米平这一切 至于说有关于澳洲的部分 澳洲其实他们的总理爱班尼斯 在11月初事实上访问了大陆 而且在月中的时候 他在APEX上面又跟习近平主席会面 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他就是大陆部分 他愿意跟澳洲开启共同努力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演习 就是他们的舰艇通过 台湾海峡的事情 其实因为我们这样讲 大家都是民选的首长 艾班尼斯他当然也要对于 国内的这些强硬派 反中人士他要有所回应 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很快的做这件事情之后 就代表着这件事情翻页了 就是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就是当初就是 声纳干扰到他们的水下 潜水源 对 潜水源的事情就过去了 至于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也就是ECFA的贸易必然 有点准备 这件事情就是